各位彪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第一條影片推介 現在是6點半 朱仔因為一個倉務 去了旅行 今天第一天放大假 輪流放 一個今天病了 朱仔今天很繁忙 今早到現在都未停過手 到現在才有時間 去介紹今天第一次推介 第一隻是Casio金石 這隻錶很漂亮 你看一下錶面的Dial 做了格仔紋 其實這隻錶不是第一次介紹 白色好像第一次介紹 接著是深藍色的錶盤 藍到好像有一點黑 但它是深藍色的錶盤 這個格仔紋做得很漂亮的Casio 近年都很值得擁有其中一隻Casio 金石 當然了 Casio就是石英錶 還有錶迷 Casio有機械錶 不知道是否恭喜他 如果他買到Casio的機械錶 就是買了一些假貨 因為Casio是石英錶 你看到他做了白色的Dial 做了格仔紋 雖然他做了白色Dial 但是他完全不低檔次 也不老氣 做了格仔紋 這個故事我講過很多次 今次繼續再講一次給大家聽 就是當時我看照片 預訂手錶的時候 就沒有訂手錶 直到第二期的時候 有個錶迷帶著上來 他說為何不介紹這支錶 很漂亮的 我問他借來看 那個禮拜我再訂貨的時候 立即要訂這支錶 因為是非常漂亮的 他的格仔紋面 因為看照片的時候 就像Laser Print 普通的Printing 我自己覺得 普通印上去就不漂亮 但是他很有質感 這個格仔紋面 看實物的時候 非常漂亮 比看照片更漂亮 接著那些黑道 做了金屬的條釘 做了白底黑字的日力槍 你看到他做了白底黑字 寫著了生活防水 事分針帶有夜光 一起看看夜光 這個白面很清晰容易看 好了 事分針有夜光 是的 標棺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原玻璃邊的位置 做了不鏽鋼光深的錶圈 玻璃都用上了礦物水晶玻璃的錶面 每月的時間標準不差 直是正負二十秒 即是一天 小於一秒鐘是不差 小於一秒鐘是不差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到側邊部分做了光深 做了拋光的 整個錶很漂亮 整個錶 雖然老實說他沒有很高尚 高超技術的打磨 始終是一隻平價入門級的石英錶 CASIO 但它的錶圈是不給精工 不給星神做得差 錶圈做得很漂亮 錶帶方面做了一個鋼片帶 做了一個拉絲花紋的鋼片帶 另外錶扣的位置做了一二三四四個洞 三個眉條位的CASIO Logo 拿起來之後做了噴沙的薄橋 再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陷合式的底蓋 上面寫著Stainnut Steel Bag Water Resist 然後就是生活防水 這個錶就有白色 另外再看看另一隻眼色 另一隻是深藍色的 深藍的很深的藍色 應該說一下 很深的藍色 它不是黑色 有些錶迷 之前我介紹這個錶的時候 我以為是黑色的錶盤 它是深藍色 寶藍色的深藍色錶盤 好了 日力槍方面先拿起座 有停秒功能 我試一下向下轉動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鐘款這個位置 半格我們教日力槍 好 教到28號 我們平時再踢起它 向上轉 這隻是向上轉機心 扭圈 等它跳到29號 這樣就知道它是上午還是下午 跳到29號 現在是凌晨時分 對 清晨早上 下午就多扭一圈 去到現在6點多鐘 去到6點多 就是這樣 整個錶的教法就是這樣 很漂亮 深藍色都很漂亮 其實這隻錶真的很值得 我自己覺得 通常我同一隻錶會拍幾次視頻 我看過的實物 它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性價比值非常高 包括了這隻金石 整隻錶的總重量 就是106克 試一下幫大家看看 這隻錶總重量就是106克 跟官網顯示一樣 都是106克 至於直徑方面 多大大小 它的官網顯示就是41M的錶景 我試一下薄一薄 就39.9m 40m 厚度方面 9.8mm 厚度 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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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戴上的手感很棒 其實40M的錶景不大不小剛剛好 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的一隻 飛潛系列 就不要經常都玩潛水款 其實這些便宜的 飛潛系列 C文款 格子文面 其實作為一隻 FD Watch 甚至乎操戴 其實都很好的選擇 原裝行貨 有了效果說明書 保養證 做回一連幫給大家 朱仔推介 超信價 多少錢呢 228 228 外面賣300多元 有白面和藍面 朱仔各有五隻現貨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給朱仔 也可以 打給朱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敦店拿還是賴子哥店拿 好了 這隻228元的一隻CASIO金石 希望你喜歡朱仔這個推介 心動的你馬上行動 我們下集見 拜拜